加拿大的电脑安全研究人员发现,多达6900万人使用的网络电话公司Skype,在中国的合资企业Tomskype会监控用户的聊天内容,过滤敏感信息并留下记录。 加拿大独伦都大学一个专门研究网络控制的小组Citizen Lab10月1号公布的报告中指出,在Tomskype的8个服务器中储存了100多万笔记录,当中包括中国用户以及他们交谈的用户个人资料等。 报告说,储存这些服务器的敏感字眼包括了法轮功、共产党、九平退党、六四、西藏、台独,甚至是奥运会、民主、地震及奶粉也是关键词之一。 这些经过编码加密的敏感信息清单被放入Tomskype的软件中,以防止用户文字聊天时使用这些字眼,同时聊天内容会被传送到Tomskype的服务器中,用户的手机号码和手机短信也会被一并记录。 报告中还说,在短短两个月内,研究人员就搜集整理了4万4千名用户传送的16万6千笔违规信息。 虽然没有证据显示中共政府与Skype的监控系统有关,但研究人员怀疑,这套系统是由中国网络警察与Tomskype联手运作的。 隶属拍卖网站eBay的Skype公司表示,他们从来没有掩盖中国的合作企业过滤短信的真相,因为这项做法是符合中国法律的。 这让人联想到了网络搜寻引擎雅虎,根据纽约时报10月2号的报道,2005年雅虎因为提供中共政府用户资料,导致中国记者失陶被判刑10年,事后雅虎变成他们只是遵守中国的法律形势。 美国华府律师列宁表示,即便中国对于经商和投资者具有管辖权,但如果与国际公法互相违背,监控网络用户信息仍是不允许的。 所以作为这种跨国公司的CEO,他就是做表面文章,他说我们必须尊重所在国的法律政策,这种回答是一种诡辩。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缔约国,那么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和联合国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公约都规定了每一个个人都有自由获得提讯的自由。 有报道说,中国的巨大网络监视系统金顿工程屏蔽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网站,中共的解放军报在过去也确实提过中国的第四军种,那就是所谓的网军,负责从事网上作战。